呵呵呵 結果連別隊都這麼熱門 對啊對啊 所以看 可是看著現在他們也沒有什麼藍路珠的表現可以拿出來做使用啦 他就是要 閃光這個位置 這也沒辦法 對 甚至只有奴瑪妮可以拿出來做防守 對 OK 來看一下 底下第一張地圖 夜市 夜市這邊交手 是Restia先帶掉的Zapfix Zone no talk 殺掉的Racket 這邊第一波的交手其實 兩邊在解禁點上的這一個兩個口的 這一個區域 是M17這一邊的陣型維持的較好一些 是 經常開局其實他沒有太多的學問 接下來就只是單兵實力的一個程度 OK 這邊 Kronz先被帶掉 然後那Restia再配合上自己的No talk 殺掉了Racket Nounce帶走了Keras Keras這邊倒下的情況 少了奔亂蜘蛛的debuff的效果 M17稍微把節奏拉完 拉壞一些才會有優勢 但是Fireball這邊Opto先帶走了Nounce No talk 爆甲嗎 沒有 No talk 打掉了那一TH的機甲 而且Decal再從死亡補回來 這是一個匯毒轉身 來到了點上 整體而言M17拖了相當久的一段時間 但是Racket還是殺掉了Decal的 是 這邊人員其實在打個雲戰喔 結果後續人員補上Keras先打掉對方Keras的和尚 然後後續Kent往外收頭 這邊Opto好像是被中了下去嗎 所以還可以理解 但是Opto這邊刀握在手上 這邊等一下拔刀我們可以看到M17有保護 是扛得住的 但是Keyomi不能倒 Keyomi這邊被抓掉了之後就能拔刀了 我覺得這邊Opto他的策略非常的成功 所以剛剛M17沒有保好Keyomi是一件蠻可惜的事情 這樣的行為 M17我可以判斷他是 他得了這一波輸定了 所以他不要交流的東西 讓你單交單保護 還有忍者大招 是 那是Nons這邊拔刀 對方的保護只有Keras一個 所以 反而是M17要採取跟剛剛Fireball一樣的策略 先抓和尚 好 這邊 你要脈衝戰彈 但是Keyomi是有大招的 所以這邊 一大吃一大 喔 這一個脈衝戰彈是被抵銷掉了之後 那一TH這個自爆 直接炸掉了對方三名成員 好 後續Keras居然在這個呆口被打掉 那現在用後的話 想嘗試收掉剩餘的人員 精心會選擇跳樓刺殺 我覺得那TH的第一把其實玩的算蠻不錯的 人之寶寶進場 開局看不到任何指標 這個DASH其實花了一段時間 先鎖定好了之後再交 還可以接受 哇 Nons 行雲流水 漂亮 Nons 目前教練給予原四位 這個位置評價蠻不錯的一個選手 但是Nons本身他是學生 他是學生 他並不像職業隊可以不停的訓練 他還是要上課的 對 比較辛苦的一名選手 還可以有這樣的表現 真的相當的出色 Rocket這邊打掉了Nons Overtime M17人數是劣勢的局勢 Fireball在點上的纏鬥 我們來看一下 手裡劍不停的咻咻咻 中娜噴了出來 這一波DASH沒有抓到 不過主上的是一個手裡劍還行 第二個手裡劍殺掉了 這麼很漂亮 持續在收人啊 對 但是點上這兩名成員 哇 再殺對方Restia Obuto這邊 Risk Kong的原始神的味道有點出來了 可是他切得好的話 就可以拿到這個小分 最後一波會議戰 好 雙坦在前面做壓制 忍者的話還是要用左鍵Bulk 嘗試找到一個突破口 現在看到對方的DW進來了 和尚這邊大絕要保 要趕快保 對 因為對方已經拔刀了 哇 這邊 這邊沒有保到啊 沒有保到DVA 哇 這邊很可惜啊 9TH在炸DCO 9TH在眼中的一個自爆 又限制到了M17的輸入大部隊 是 我覺得今天 今天的M17的寶牌 的意識不夠完整 很明顯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不論是和尚的大絕還是 No Talk的Diva 不過沒關係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張地圖 雙飛打刺客陣 行行先進場說壓制 瞬間 哇 這邊輸出給了很多 就是有DCO先抓到Carrus的和尚 可是DCO他剛剛沒有受到路修的限制 14萬我覺得蠻訝異的 這跟當初Blank打HQ很像 就是開HQ溫蘇很跳 可是你沒有交出任何東西 來做壓制溫蘇的動作 你那個被挑到的人員 一定會被他火火電死 接下來是Fireball 倒下了兩名成員 目前營運面上是輸的 只是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辦法看 選手的個人實力來做發揮 沒辦法 Nance 點掉了Opto DCO打掉那THDC的機甲 直接在做輸出 法拉沒有人可以處理 目前MVC Nance的法拉表現出色 OK 來 再看一下這一波 第二段的第二次的攻防 好 法拉還在空中中壓制 他嘗試繞到點的中央 因為對方想要限制住法拉的輸出位置 所以他們上點去打 可是Nance自己還是找到一個蠻不錯的輸出點 對 這個點位是沒有受到任何的限制 但是DEVA也沒有看他 等一下火箭彈幕會很恐怖 DEVA要爆甲了 這邊要開了嗎 準備開啟 哇 DEVA爆甲 這實力抓得好喔 但是 自爆自爆 擋不住的傷快 有復活沒有關係 對 沒有關係 站起來 為你而戰 我的勇士 這個Opto在遠距離這邊開槍 但是音波平常保護下去 是受到了對方機甲自爆的影響 沒有辦法在第一節奏進場 有點可惜 OK 這邊後續補傷的人員 有沒有人可以處理Opto Opto這邊很恐怖喔 這個戰術鎖定開啟 連合唱都開大了 Fiveball這波如果沒打 這個Kent Kent有大招 他想嘗試先收到Opto 過程中都被打掉了 我覺得這個太天真了 不然就是他 大局要丟果單一點 就是在那麼狹狹的位置裡面 你閃去找一個有大局的 是不是有 我認為他是錯判對方有大局的時間 對 錯判了錯判 太天真 我覺得Kent這邊是失誤了一些 沒關係 優勢還是在等 Nance這邊殺掉了Opto 其實Fiveball在剛剛那一刻 教出了巨量的資源 喔唷 這邊Kairo是一個好漂亮的操作 Kent的走位要再稍微 風騷一點 其實他剛剛想找補包 所以他眼前就只有補包 看不到和尚 是 所以說我覺得他這個人還蠻單純的 可是玩藍路樹就沒有這麼單純 你不覺得嗎 沒有錯 角色上面的拿捏 又或者是像培克一樣私生 Russia單打和尚 哇 兩個坦克趕快過來做幫忙 角色上面確實有差別 對 還是有差別 OK Opto 我覺得Opto現在這個 是Norto等一下稍微去盯的 人 那個士兵7-6的位置就很容易 呃 必須要有人去做防範 7-6的位置已經曝露出來了 就連閃光的位置都出來 閃光這個走位 一看起來就是要丟大絕 來 這邊回到位置前端 用走劍的話先P走他了 大絕直接 吹落去 吹落去 好像沒有打到什麼傷害 這邊Kent了一個不錯的發揮 代替對面NZNR的閃光 這邊Sylvix大絕握在手中 可是M17大絕面其實 兩邊都還蠻有得打的 站住鎖定 哇 這邊石碑不能夠先死 先死法拉還可以 欸 等等沒有知道石碑 太漂亮了 這個復活太關鍵了 好 這邊 這個就是M17 喜歡的石碑的原因 哇 這邊彈下去了嗎 我不知道沒有沒有 沒有彈下去 欸 91% 91% Overtime 99% 這邊NZ狀態還不錯 現在要點上 DVA現在限制他 但是他殺掉了對方的Sylvix 剩下兩個坦克 這兩個坦克 DVA完全造不住這個法拉的傷害 連溫斯頓只能夠在地板上看到這個鳥不停的在射他 射得他不要不要的 哇 這個 欸 但是石碑的奶居然是給了別人啊 對 這個奶你不能夠不給法拉 那你們是雙飛 是要雙速雙飛 要一起的 那Oboto選擇先打法拉的原因應該是 他如果先不處理法拉 法拉可能會把他打死 沒有錯 可能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情況才沒有先殺法 吃飛的 現在兩個一個鏡像開局 就Kiyomi 一個右鍵就把Keros給打死了 這個Kiyomi的右鍵隨緣掉了Keros 這這這沒有好可以討論的啊 就是 右鍵XG 右鍵XG 你知道就是合上右鍵賽死人 那感覺真的好爽 真的好爽 那我馬上被 馬上被對方制裁 Oboto一個Dash殺掉了Kiyomi 接下來再殺對方NOTOK 但居然是一個忍者的破口 那你合上的位置的話 一開始就不該讓忍者看到的啊 對啊 怎麼夠 我覺得MVC剛剛 在忍者游手的時候要打主洞 不可以 因為 VLAM可是有說過 我保護傢伙最棒就是我輸四顆陣 來抓對方的後排 對 就是進攻就最好的防守 Oboto這邊把刀開過了 所以剛剛第一波你的烈士 就已經奠定了第二波會輸 Kiyomi還在想要用右鍵賽死人 Nice try 這邊沒有賽到 不過沒關係 理論上一場 就是一個戰鬥裡面 只會賽到一次 哎呀這邊 又是Kiyomi的開局就被殺掉了 是 他這邊是直接被跳死喔 他是 這個意圖應該是想要開一個超人入勝的 是 喔呦 Kent先殺Keros 可是人數還是大獵死 我覺得MVC他們的 他們怎麼現在好像好像保不太住他們的後排 沒有錯 他們的雙箭頭其實也沒有辦法去針對對方的後排做擊殺 還好沒死 沒死就已經不錯了 這一波進攻 這個自爆 逼到了和尚的大絕 浪死要拔刀了嗎 目前還在拖延等對方刀拔完 喔 這樣歐不頭先拔刀 那這邊90H的自爆 其實一開始沒有辦法拿到太多的東西 NOTOK的也是 接下來這一波的棍戰 M17直接被打爆了 這個 這個只能夠說是人家掀開 你和尚被迫先手 沒有錯 然後你和尚先手 對方和尚後手 導致你的忍者 沒有辦法掀開的招 快要壓抑不住這個神秘的力量了 等一下就要大爆發了 目前是21的局勢 好 現在Fireball走的位置是和上場不一樣的 不要走橋 直接走左側 對方有法拉他們也知道啦 所以不要走那邊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不然又會被D-Chrome給踩死 好 現在一樣喔 Kent抓到會上 把這個的進場位置限制的很少 加滿了D-Bar又已經可以罩住整個這邊站的 可是我覺得他剛才殺和尚的時間點還不錯 但是沒有殺掉 他第一段Dash走位其實我覺得不是這麼的恰當 OK 那現在M17要爆了 第一波一樣是爆裂 就是M17的人被NCR給抓掉 這就是 我覺得這個版本很無理的是刺客打刺客的強度 OK 現在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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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o的手裡劍打得非常的精準 法拉其實不太有機會可以打在點上的人員 你不覺得嗎 喔 拔刀 拔刀 Kent是率先帶走那邊 這一個蠻奇怪的位置 這一邊是保護有交出來 兩邊保護都有交 反而是Opto這一邊拔刀餵果 效果不是那麼的好 點上的混戰 哎呀錯誤 這一度打掉一個時刻 那現在 看起來真的要補上來了 火箭彈幕開得下去 哇 這一邊的火箭彈幕非常的厲害 亂射有時候也會亂射的 應該說 火箭彈幕的戰術傷害是他的建設效果 嗯 其實射擊遊戲有點RNG啦 就是7-6壓槍 也是有點RNG 哇 這個慈悲復活非常的關鍵 但是Fireball目前還有一個和尚的保護 對 單保護 甚至這波復活會成為Fireball的一個能量 對 哇 這一邊先殺掉Orestia Restia倒下6打5的局勢 恩之雅的血線很殘 法拉沒有帶掉他 Opto再殺對方的Kent 這個畢竟Opto都接收到了神秘的力量了 這邊你還不燙是沒什麼道理的 我覺得MVC一樣說這樣的事情 哎呀 這邊脈衝炸彈居然黏到了Restia 對 這個自身露西歐超強的男人 直接被脈衝炸彈給炸死 Opto再拔刀 這個刀超浪費 嗯 超級浪費 你要說那個在空島片 佐隆就講過 你有看過飛躍的展情嗎 可是 但這遊戲沒有 這遊戲沒有 這邊弄死 這一個火箭彈幕 打得不錯 打掉了一個和尚 接下來是剩下對方的殘存成員 MVC其實有點機會 可是這個英國屏障交的是有點浪費 因為人數已經流失了 所以窄口對於法拉來說不是很好打 左右側都有4克 左邊閃光 右邊遠視 正面是對方打不對 鬼呀 這邊血量被壓好慘啊 可是這個星星沒有道理 就這樣死掉 這樣死掉太87了 真的 你是為什麼傷害打到的啊 右鍵嗎 對 我有看的這邊是殺掉 NCNR 死背還在外面 他有力要不要交 單交一個 對 但是這個 這個感覺這個復活有點太快了 這一段 呃 NOTO是拉出去打了 結果他被 一個 OBOTO單砍掉 這邊超級虧 哇 這一邊 從屁股方向來的火箭彈幕 這個RNG看起來運氣還不錯 好 97% 剩下一個 哇 這個彈 彈得漂亮 彈得漂亮 不過還沒死 再回溯回來 Overtime 頭上這邊想要踏點 沒有辦法 再來一個溫斯頓 好 運戰開始 現在第一把星星會 不斷跳這個小窗口 進來這邊拖點喔 可是我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都沒有人這樣做 可是 NOTO剛剛他只要Dash上這個窗口 不要讓溫斯頓進來踏點 這個Overtime 還有誰 能夠救救M17 好 單謀挑了 保護膠了 地礦也死掉了 哇 河上也交大 哇 這邊 Overtime 怎麼打 Rexia 炸死 打死了這個Overtime 這邊右鍵推得下去 漂亮 那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自爆丟進來 自爆丟進來 炸死了這Pix 這個什麼神之角度啊 真的不能太信念這個遊戲的物理科學 來來來來 這邊NOTO有成功救援到 這邊是黏在護盾身上 沒有問題 接下來在左鍵緊跟 哇 近距離 Dash上去配合上的左鍵普攻 帶走了NZNR 接下來就是9TH了 這個Overtime 真的是今天最久的Overtime 自爆沒傷到人 可是這邊傷害給的很高 瞬間爆甲 溫斯頓開大絕 想要壁東人 忍者拔刀 Overtime 這邊是直接招收到了對方的限制 但是Overtime現在的狀態還不錯 哇 這邊 雙保護居然又好啦 太快了吧 對 這個Overtime Unbelievable 我都不知道怎麼播了 OB還能帶 真的是太厲害了 哇 這個 我只能說今天這場MV7的失誤太多了 沒有錯喔 那後續其實 在拿到點我的控制權的這一波 其實我覺得打得很差 可是你們這樣99% 那閃光為什麼會摔死 其實很想要問選手那一波會戰 對 不知道Kent怎麼想 然後另一方面是 其實你已經Overtime 其實你已經Overtime 其實你已經Overtime